大家好 今天是11月4日星期五 歡迎收睇明報5點半新聞 P&E今天宣佈會蓄資900萬 興建一座大型過山車 全場有1247呎 或者是380米 最高會攀升到60呎 全速開行的時候 可以讓乘客感受到1.3G的力度 發射的速度號稱全加拿大最快 而這座過山車將會在2023年動工 2024年啟用 是P&E有史以來最大筆的永久性投資 亦都將會加快P&E有遊樂場升級為主題公園的進度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Nelance Sun Center 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 配合一對適合你自己的助聽器吧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還高達半價的 快點打個電話來預約吧 卓能聽力中心 助理聽得更好聽得更清 新西敏市警發出警告 說一粒萬聖節派的糖果裏面 發現暗藏尖銳的物體 呼籲家長幫小朋友小心檢查 有發現立即報警 列治文撲咖啡肉滑案一男一女兩名被告 在日進入回庭事 女被告疑似 向了法庭外抗議的人士薯宗子 一如以往 兩名被告出庭事 總有一批反對種族歧視的人士 在法庭外政站抗議 在約兩點前 兩名被告報入法庭事 女被告疑似向政站人士薯宗子 加以羞辱 兩人被指在去年3月 於一家咖啡店內撥咖啡鬧事 還羞辱店員的華裔種族 法官在入判兩人換營一年 但法官同事指出 兩人雖然承認行為不檢的控罪 但並無表現出真正的悔意 永明聽力隱形助聽器 新品上市限時大優惠 經典型號低至半價 政府認可專業聽力中心 提供全方位服務 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 擁有多年嚴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永明聽力就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請致致預約聽力測試 今次降臨大溫地區的大氣層河流 除了帶來傾盆大雨之外 還有一些地勢較高的地方帶來降雪 本拿比山SFU一帶 昨晚遇上降雪 有人在山坡上積雪玩滑斜波 而在北岸的山暖 降雪量更多 對於滑雪愛好者可能是喜順 高桂林一些高地也有降落濕雪 駕駛人士請教我小心 大溫地產局公布10月份的住宅樓房的試度數據 說只有1903間樓房售出 比起去年10月份的3494間跌了45.5% 比起今年9月升了12.8% 與過去10年來10月份的平均數字相比 跌了33.3% MLS住宅樓房的基準價是114.8900元 比起去年10月份 升了2.1% 比起今年9月跌了0.6% 地產局的分析說 大溫住了樓房的交投量 仍然處於歷史性的低位 但是掛擺求售的數量就逐漸上升 導致樓房的價格從今年春季的高位回落 大溫哥華明天5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日間晴雲雙間 下午有三成機會下雨 氣溫最高有9度 晚上有雨兼有風 最低只有4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睇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明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片 隨著今日教育工作者不返回工作崗位之後 各個教育局都已經生了學校 學生都留在家上網課 代表教育工作者的工會 他們的會員分別在省議會 和各個省議員辦公室外示威抗議 並且設立斗策線 由於罷工現在變成非法 所以工會盡量將他們的有關行動 稱之為示威抗議 如果工會的有關行動被裁定為非法罷工 他們是要面對每日被罰2億2千萬的危機 省政府昨天通過了28號法案 將這次的罷工列為非法之後 就在昨晚已經向安省勞工關係局提出申請 要求確定這次5萬5千個教育工作者的罷工是違法 教育廳長萊斯今天說 他會用盡所有工具 讓學生盡快回學校上課 他說 早在今年的夏天 工會在未收到省府提出的建議合約之前 就已經策動罷工 復工法現在已經生效 省府會盡力讓學生回學校上課 第28號法案規定 非法罷工的罰款最高是每個員工每日4千元 而工會最高可能被罰款是每日50萬 有消息說 萊斯是建議政府要確實追究這些罰款 而工會又說他們會代工人叫加罰款 而對於工會的罰款 工會說如果要付我們照付 工會領導人曾經說過 工會現在正是尋求其他勞工團體的外部財政幫助 有人計過數 如果這筆錢真的要付的話 每日可能要高達2億2千萬 工會主席將今天的行動稱為政治抗議 他說如果他們說罷工是非法的 這樣他們也要明白 我們仍然是有抗議的權利 向我們的政府要求更好的東西 一個坐擁21億盈餘的政府 現在拒絕實際投資在我們的學校上面 代表這些工人的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說 罰工將會在星期一和以後繼續 直到陶福特政府達成協議為止 如果罰工持續到下個星期 父母就應該替他們的小朋友制定一個應急計劃 教育廳已經盾促各間學校的校董會實施應急計劃 盡一切努力令到學校盡可能開放 否則就必須要支持學生迅速過度去到遠程學習 多倫多地區教育局的一個發言人今天說 如果罷工行動下個星期繼續的話 教育局現在正是準備過度去到遠程教學 他說我們很希望在下個星期之前 省政府和工會能夠達成協議 無論是誰對誰錯在這件事裡面 學生和家長都已經成為一件綁架案裡面的欲心 至於誰是綁架者?省政府還是工會? 那大家不妨自己化身做警察去調查一下 疫情期間大家搶過後罩搶過辭子 不過這個情況很快就過去 但是現在家長買不到兒童止痛藥的這個問題 過了半年還未解決 兒童止痛和退消藥物在加拿大已經缺貨六個多月 問題還未解決 現在隨著流感季節和新疫情的到來 藥物短缺的情況就更加嚴重 專家自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藥物的原材料短缺 而防疫措施放寬又導致感染者的數量暴增 有藥劑師說如果出現恐慌性購買 庫存將會瞬間耗盡 家長買不到藥唯一自救的方式就是湧入急症身 醫生說這些家長為了感冒和輕微的病毒感染 就要帶著小朋友在急症身等了幾個小時 只是為了能夠拿到原本在藥房裡面 常見的兒童止痛藥 而這樣為已經人滿為患的急症身 再增添了癌壓力 進一步延長了等待的時間 匹群人居民在哈麥德說 他今年帶著小朋友去了六次醫院 尤其三歲的小朋友在學生後 病的次數更多 去醫院也更頻繁 最後他之後去了一次美國 在底德律國買了一大堆兒童止痛藥 不僅足夠自己家用 還夠分泌在大多區的親友 他有一個住在屋裡的朋友 不惜開車幾個小時 就是為了去到他家裡這一種藥 兒童傳染性呼吸毒疾病專家班納吉醫生說 新冠肺炎病毒仍然是藥 而政府又已經取消了公共防疫措施 但是偏偏學校裡的大多數小朋友 都沒有接種疫苗 他希望藥物短缺的情況 可以很快得到改善 因為他說 這一種是非常基本的藥物 完全可以在其他國家裡獲取資源 立場新聞涉嫌處謀發佈煽動刊物案 審訊今天來到第四天 控方早前以立場新聞的17篇文章來提控 不過昨天在庭上披露 有300多篇文章沒有交給變方 控方在今天就解釋說 警方在上年6月收到情報 知道立場新聞打算把部分的文章落減 所以馬上指示警員 揭取立場網站的所有文章 控方強調 他和案件主管都是不知情 他們都是昨晚才知道 而負責揭出立場網頁截圖的警方 只是指示他把其中的30篇整理做證物 代表控方的處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吳淑娟今晚解釋 負責截圖的警員和案件主管 不是屬於同一個小隊 在上年6月前 《蘋果》報多個編輯被捕之後 偵緝高級督察盧建賢收到情報 知道立場新聞會把文章落假 於是指示隊員 揭取立場網頁的所有文章 去到7月21日 這宗案件的案件主管接手調查立場新聞 並拿到廖浩明揭取其中30章的截圖 控方強調他和案件主管都不知情報 還有另外300多篇文章 不過辯方的資深大師余淯美則說 刑事檢控守則列明 未被私養的材料必須交給辯方是很基本的東西 說覺得很震驚 強調這宗案件涉及對憲制爭議 控方為何只選擇這17篇 被指舉煽動意圖的文章來看空 說為何其他持平報道全部忽略不理 是這宗案件的關鍵 尤其立場網站已經停運 辯方再拿不到其他的文章稱堂 所以警方沒有披露到這300多篇未被創的文章 對他們是有很大的損害 財政司長陳茂波回香港陽性被視作為康復 那其他人又是怎樣 在陳茂波回香港之前 曾經在海外驗疫 在零加三入境安排下回香港的市民李先生 向明報說 收到政府以短訊通知 他機場的檢查結果是陽性 他之後再向衛生處的熱線查詢之後 確認被視為是復陽國安 根據李先生提供機場抵抗之後 收到的政府短訊 除了通知他檢查結果陽性之外 政府在短訊裏補充 如果你曾經在90元內 在外地確診 和已經在入境的時候申報 可以被視為復陽國安 短訊又說 除了界定為復陽國安之外 提醒應該盡快填托申報表 以評估是否需要入住隔離實施 李先生即日向衛生處的熱線查詢 獲告知自己是復陽國安 並確認安心出行顯示的是皇馬 不過他雖然獲確認是復陽 但他在第二天 仍然收到醫務衛生局名義發出的短訊 話基於他最近的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結果 邀請他自願登記隔離護理觀察系統 這兩個月時間公司給了很足夠的時間 我們去尋念 這段時間大家都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去過這段時間 相信這段時間大家都有自己的得著 不論是上課也好 自己靜靜地去自修也好 各自都有自己做的事 這段時間都開始大家pick up自己的心情 會慢慢進入正常的生活節奏和工作節奏 我覺得其實不開心一定會有的 反而現在有機會可以出來做事 見得多些人反而會令自己舒服些 可以跟人聊天 所以期待 今日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下個星期再會